我们的收藏按钮实现之后呢 我们去点击 但是还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点击之后 虽然我们已经是 把我们的收藏状态 我们已经给保存成功了 但是我们现在再去刷新一下列表 你会发现呢 其实我们的列表上 并没有去保存 我们去收藏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处理呢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代码里呢 这个位置 get list的时候 我们去返回一个 like的一个字段 我们如何在我们的列表中呢 去追加一个 我们是否收藏了 这篇文章的一个字段 我们需要用到聚合的一个方法 我们叫add fields 它是做什么的呢 它可以去给我们返回一个字段 去追加我们的一个字段 我们要追加一个什么字段呢 我们叫islike 那我们怎么去表示呢 它会给我们返回一个处 我们给它一个处的话 我们的这条数据 某一条数据 就会给我们追加一个like的字段 那么我们要怎么去表示 我们这篇文章是否被我们喜欢了呢 我们用一个聚合的操作符 我们在这里去声明一个聚合的操作符 我们叫dollar dollar等于什么呢 db.command.avent 这是我们一个聚合的操作符 我们使用一个什么操作符呢 我们在这里用dollar.in dollar.in表示的就是我们当前的某一个数组里 是否包含了某个字段 这里呢我们去接收一个数组 数组的第一项呢 表示的是我们数组里是否要包含某一个值 我们是包含什么值呢 这里我们使用一个dollar.id 给它一个字符串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dollar表示是当前我们这里边的一个id的字段 第二项就是我们要在哪个数组里面 去找这个id是否存在 那么需要找哪个呢 首先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去获取一下我们的用户表呢 那么const userinfo db.collection 然后user表 我们去docdoc doc我们的userid.get 但是我们get list里面并没有去给我们传入我们的userid 所以我们需要给它传入 传入id之后 我们怎么错呢 我们需要获取一个article luxids 等于什么呢 等于userinfo.data 我们第零个 收藏的列表 我们把它获取到 获取到之后 我们把它去放入我们的数组里第二项就可以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首先给我们的get list我们右键去配置一些运行参数 我们这里去配置一个什么呢 我们去配置一个userid 其实我们把这里的运行参数我们给它复制过来就可以 我们复制到这里 我们复制到这里 article id我们就不需要了 然后我们的get list呢 还需要什么参数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一个name name这里我们给它一个 前端开发了 保存一下两个page page跟page set我们有默认值所以我们不需要传 我们传进来之后我们去上传测试一下 上传并运行 看一下我们家的e-slack是不是正确的 运行成功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返回的数据 我们在这里找一下 我们看这里有一个e-slack 返回了个force 因为当前的所有文章我们都没有收藏过嘛 它肯定是force 然后直接在我们代码里去添加一个收藏 我们去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我们去刷新阴命 然后你看给我们报了一个错 什么错误呢 就是doc id必须为字符串或者是数字 是因为我们在获取get list的时候 我们找到我们的代码 我们在这里去获取的我们get list 这里我们并没有传一个user id 但user id我们是不是每个接口都需要传一遍呢 我们最好是每个接口都传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每一个接口都去显示的 写一个user-id 等于一个什么 我们不需要去这样写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找到我们的https 我们在这里去传入我们的参数嘛 传输是传入我们的data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呢 我们去声明一个 我们叫dataobg 等于一个对象 对象呢 这里我们传入一个user-id user-id传入的是谁呢 lex里面的我们这个user-id 我们给它传入进来 放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需要把data去给它结构一下 最后呢 把我们的dataobject去传给我们的云函数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每个接口都默认去请求一个user-id 这个user-id呢 在之后我们的课程里面 我们会去获取一下 所以这里我们先给它写死一个user-id 然后我们默认一个就行 成功之后呢 回到我们的阴面里 我们去刷新一下 这个时候它就已经不报错了 不报错呢 然后我们看一下返回数据 我们看第一个数据 这里会给我们返回一个e-slack 这是我们之前追加的字端嘛 我们看一下它是true 说明我们第一项 它已经是收藏成功的 这个时候我们去再点击一下 它是取消收藏 我们去刷新 它肯定就变成force了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只看第一项 我们找到e-slack 它是force了 虽然这个true跟force已经成功了 但是我们页面还是没有去显示一个正常的状态 所以我们先把页面的状态 我们去改一下 页面的状态我们怎么改呢 找到我们的列表象 就是我们的list card 在这里面会给我们传入一个itom itom里面包含了一个e-slack 最后会把我们的e-slack 传给我们的lex的这个组件 我们就找到我们的组件里面 我们在这里去看一下 我们用lack 我们在data里面生成的lack 去表示我们现在是否收藏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在create里面 当我们的页面去渲染的时候 我让z4.lack等于z4.itom.e-slack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要考虑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可能在去渲染这个lack字段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itom还没有复制成功 所以我们需要在watch里面去监听一下 监听谁呢 监听e-slack 所以我们就这里写一个itom 我们去监听itom的一个变化值 然后我们会拿到一个new value 当我们这个值去变化的时候 我们z4.lack 等于我们最新的itom.e-slack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我们再去刷新一下页面 那么我们点击前两个 前两个给它收藏之后 我们去刷新 那可以看到前两个收藏状态 还是有保留的 因为我们的数据里面 e-slack返回的肯定是处 对吧 我们看这里面也是处 如果我们把第一个取消掉 我们再刷新 收藏的状态还是给我们保留的 说明我们现在的逻辑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要去点击的时候 最好去提示我们 是否收藏成功 那么我们只需要在哪里呢 在我们这里面 首先在我们请求借口之前呢 我们先给它写一个 uni.show loading 我们去谈一个 加载的一个提示 然后我们的函数请求之后呢 我们是uni.hide loading 同时呢我们在catch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请求函数错误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去把我们的 show loading去给它关闭一下 关闭之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再去谈一个show toast toast呢 接收一个title title就是zcdr like 如果like是true的话 我们显示一个收藏成功 否则的话我们是取消收藏 然后它会有一个icon 我们给大家设成no 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去多了一个do号 我们把它去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点击 取消收藏 我们再点击取消收藏 我们添加收藏 收藏成功 这样的话 我们的一个收藏就已经是完成了